大家好,我是三喵,我现在在南澳镇 就是南澳岛上这样的一个菜市场 这边的水产专区 其实呢,我前几天已经去到这个海上去 跟着渔民体验了一把赶鱼的熊主 那么这个,说实话,非常非常辛苦 就是诸位当然可以取栽啊 这个如果你看到美国和加拿大的法令 你会发现,哎呦,这边卖的这些小鱼 你看到没有,这么小,这么小的这些鱼 可能很多时候并不符合美国和加拿大的法令 但是,对啊,这个海域很多 它就是出产这样的小鱼 它这种大鱼也不是没有 但是这种小小鲜鱼 是这种海鲜市场上挺重要的一部分 你看,这个是尼蒙鱼 然后这个是这个 这个,你看这个叫水族上 叫炮弹,其实是一种囤类啊 很小很小 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并不合规 但是这是渔民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生物来源 对,然后你看这样的一些 你这是一种那个味蕾 然后等等等等 嗯,这就是渔民的生活的一小部分啊 这个打鱼非常辛苦 但是你要把这个鱼给卖出去 其实也是同样辛苦的一做的事情 那么,哎呀,我想讲这些 干什么呢,兄弟们 啊,我其实想说的就是 嗯,重心思想就是渔民很辛苦 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的渔民好像受到了更多更多的这个阻碍 和言 这个福岛所谓的 有人要坚持 核废水,核污水 它是不一样的啊 那你把这个核废水说成核污水 嗯,这个东西你就是这个别有用心 那么福岛的这个事情 有没有导致 啊,大家吃的东西变异 你也看到了,对不对 那么在日本啊 很多的日料店也还是在营业的 据说有一个日料店里面打出了招牌 说本店的食材都来自于福岛 不关于某个地方的人 那么如果按照有些人的说法 这个天降的这些雨水 是不是都有浓染啊 那过不多久 我们可能就要辐射病了 但是你不管怎么样啊 海鲜你可以不吃 但是对于这些渔民的这个大哥大姐伯伯奶奶们 他们 嗯 只能是靠这个为生啊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打鱼这件事情很辛苦 所以说从事这个好多都是小伙子 我看到的好多都是那种老鱼 非常非常的这种辛苦 你比如说这个 在海里面去放一个这个笼子去捕螃蟹啊 呃他是一个一连串的这种笼子 有十几个 然后呢这十几个笼子呢 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他是连着的 然后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石头坠着 很重很重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 呃老伯伯老奶奶去做的啊 别看他们很柔弱 但是他们是做这件事情 而除了这件事情 他们会做别的吗 呃大概率是不会做别的 所以说那你说这个福岛核废水这件事情 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ok 我再也不吃海鲜了 再也不吃海货 我 就是在这两天 我看到周围的一个那个超市里还打出广告 说在卖那个宁波苏子蟹 最后一波啦 最后吃一波啦 说好 说好 就再进行这种恐慌的这种营销 问题是啊 这些东西如果渔民他不去卖这些水产品 请问他们靠什么活下来 对不对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经济学上的弹性理论 对不对 那个我们自己作为消费者来说啊 作为消费者来说 你吃什么或者不吃什么 我们是有弹性的 我们弹性很大 你可以不吃螃蟹 你可以不吃鱼 甚至你可以说这些小杂鱼都是那种破坏海洋的环境 破坏海洋生态的可持续性 等等 ok不吃啊 你可以吃牛肉什么的 但是这些渔民们他们除了这个去捕捞这些东西之外 什么都不能够去做 所以说他们的弹性相对来说是非常少的 那这就是当代商业社会 很多人可能不太能够想到的一面 很多人总是觉得啊 这个纵风百合 我大手一挥 我就可以关停了一个行业去干掉另外一个行业 反正这些行业不是什么国际民生所必须的 我们说了吗 之前有一个朋友在做一个历史公众号文章的时候提到了民国初年的一个化妆品公司 那么这个化妆品公司他可以说为女性造责很容易 然后底下就有人说那你这个化妆品公司他做了什么呢 又没有抵抗日后的侵略 这种就是为官太太官小姐服务的这种人就是汉奸混蛋应该把这些都给关停 没错 这是我一个朋友公众号底下这种留言啊 这种留言的人还是相当相当不少的 那你能说什么呢 就是你你还能说什么 他们就是这种观点 但是他们不会想到关停的一个行业 就是表面上看啊 我父亲是大善人 见不得北京城外有穷人 就把这些穷人都给赶跑掉 面上看啊 这个自己是清静的 但是每一个决策 所以我们说政治的决策啊 这个当然有人说三喵是见证女家啊 所以你怎么说 我并不是 就有人说这个见证家啊 见证家总是特别喜欢这个去替别人决定自己的命运 你们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别人 什么叫命运 这就是你们眼中的别人 这就是你们眼中的别人 他们这个小鱼非常辛苦的去捞出来 然后非常辛苦的去把这些小鱼运到这个菜市场这边 现在这边还发台风呢 然后可能还不一定能卖得出去 有一些这种小鱼可能只能当这种鸡鸭为猪赐料 这就是普通的凡人的这种命运 对不对 那么你一直禁令说是要禁止福岛的这种核费款排放之后的这种海产品 好吧 你有没有想到这种连带的这种心理效应会对这些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这些人他在这个就业他这些人有多少 对吧除了打人之外别鼓其他的谋生门 甚至我在这里看到很多人的全部家当 真的就是一堂无传那你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这就是真实的生活 我一直是觉得这个你说你怜悯苍生也好 还是你说你觉得这些人都是什么劣根性也好 起码要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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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高在上说一些东西很容易 对吧 那你 你这样子真的就是一路百幸福 甚至可能比这个一路百幸福还要惨一些事情 当然你也可以去嘲笑 说是这个 哎呀这个怎么这么蠢呢 回旋标这样子想去那个反日 结果弄到自己头上 如此之血 是如此之血 那索维尔说过一句话 美国的经济学家索维尔说过一句话 当犯错误的代价由别人承担的时候 犯错误非常容易而坚持错误也非常容易 那么我们看 这个所谓的意志对日版的禁定 这个错误 是不是错误 呃你们自己看着办 对吧 但是这个错误的代价是谁来承担的 会是发布命令的那个人来承担的吗 不是啊 对不对 所以说 他甚至他们的这些人啊 他们将来想吃到什么加拿大的这 珍宝蟹 想吃到什么阿拉斯加水蟹 他们这些人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吃的一点都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对吧 但是这些鱼米你让他们这些东西卖不出去 那又当如何呢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当然 这个出于某种原因啊 有一些这个上面 看不到这种很残酷的现实 对吧 这个我们都懂了嘛 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 可是 对吧 那如果有一些这个不是赵家的人 还在假装自己是赵家 还在假装说啊 这样子就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啊我记得几年前也有人这么说 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把大家都给关在家里哪都不让去哪都不怎么着 嗯好 这就是行 那这个你不觉得很否刺吗 对吧 这就是真实的渔民群众的一小部分 我不知道 大家看了这个给作词的感想 是吧 但是 我会想到最近的这样一个 所谓的 民意正言词的反日的角色 它带来了后果就是什么 今天这个话题到这里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